嗯 这样直接拿好像是不行的 它要是直接拿出来 这猫眼罗肯定是缩了 这只好脏啊 也不知道它在这个泥炭里边窝了多久了 这地方好像还挺敏感的 动了一下 赶紧展示吧 我生怕它缩了 也不知道这只效果怎么样 哇 什么鬼 这只猫眼罗好像是漏水了 它不是那种就是花洒式的喷出来 身上的粘液也是挺多的 哎不过瘾不过瘾 下次找一个大一点的 去捏它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啊 我天哪 这么大个鲍鱼 这只好肥啊 看到没有 这只肉 直接都凸出来了 今天的潮水退得特别的危险 不然我也遇不到这么肥的暴雨了 你看这被窝的那些 藤壶 还有生蚝 就知道它在深海里边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才会有的痕迹 这个可以带回家 给老妈煲个汤 恰恰 我才注意到 看这啥 全部都是海葵 你看一摸 它就缩进去了 这些东西啊 专门吃一些什么小鱼小虾的 可能我这个个头太大了 它吃不下 像那些小鱼小虾碰到它的话 直接就完蛋了 这水槽底下还有个硬货 看到没有 海参 海参都是特别怕热的 想如果说退大潮的时候 在海参底下 你就可能运气好 就会碰到它 习惯性的颠两下 看看它是不是活的 帮帮硬 这个可以吃的 像那种软垃圾的 泛白的 那种海参还是不要去吃了 这种就相当健康了 我记得这个锣很好看的 好像个头有点小 这个锣我家里边有一个 个头特别大的 这个 这个是活的 它里边有肉 看到没有 我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有活的这种锣 这种锣叫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跟那个长笛锣 长得特别特别像 就都有长长的鼻子 这个 哎 这个太小了 长大一点吧 给它插回去 不行 我还是不太放心 给它盖上吧 这 这种活的 太稀有了 这不是海葵吗 这海葵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呀 你看它吸到哪身上去了 吸到这只蛤蜊身上去了 一石二鸟 这个海葵 跟之前看到那个绿色的海葵品种又不一样了 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 绿色我不敢吃 但是这个我敢吃 总之 这个海葵特别补 吃过的人才知道的 反正我吃过 给它洗完之后 看到没有 这身形直接缩了一半 里边全部都是水 不错不错 真不错 这只花葵也是蛮好看的 这前面应该有个大货 这是大货吗 我 怎么是个木头疙瘩呀 我还以为又是一只鱼 疙瘩了 咦 这上面占满了藤壶 这只木头也是在海里边生活了 好多年了 咱们就叫它野生木头吧 哎哎哎哎 这前面还有 也不知道是啥 好期待 又是袋子 这袋子真的 在海边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东西 虽然说个头特别大 但是 它能吃的就只有里边的一根肉柱 这上面还沾满了生蚝 哎呦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又滑破了 这生蚝还是死的 至于这个肉柱的味道 其实我是不咋喜欢吃的 就当下酒菜还可以 我爸挺喜欢吃的 这个带着吧 好吧 走吧 带着